逃離大腦先生的水上樂園 左邊這一位就是大腦先生耶 長得有點可怕 很像巨大的地精 OK 我們現在先進地圖吧 喔喔喔喔喔 不要對我笑啦 有點可怕捏 一進來就看見有兩隻殭屍在鐵絲網旁邊耶 啊 我的夥伴在這裡 感覺就是有那個大腦先生把我們困住 然後在他早上我們變之前 我要趕快逃跑 OK 所以他們在把這些游泳池的人全都變成殭屍啦 欸 居然好人準備要爬上來耶 這東西可以吃 可以吃 有個成就的ROBLOX框框 我應該知道他的箭頭走吧 超多自游泳殭屍的耶 趕快跑 OK 現在這就是他開的水上樂園嘛 我們需要用怎樣的方式逃出去咧 看來是用這個嚴酷的跑酷技巧了 要不要你先走啊 這感覺碰到水就會掛掉耶 說不定不會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一些 蠻簡單的跑酷方式直接跳過來 但還是有人碰到水就掛了 難道滑倒也會算是一種傷害嗎 好 那我現在要來到這個水方旗梗的地方 先跳過來了 你要跟我一起走嗎 他怎麼一眨眼就變成另外一個培根女了 這水上樂園真的有夠奇怪的耶 越來越有多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那這個田田圈不行 這我不能夠從這個田田圈過去 他其實是游泳圈啦 但我想要叫他田田圈喔 來啦 我們這個腳要小心一點 不然就會跟這培根女一樣 游泳池中有肥皂 跳到泡泡上面 OK 所以我們現在要繞路走啊 這個太陽水我們可能沒辦法走過去 還有一個殭屍在中間滑倒了 小心地滑 不然就會跟這個殭屍一樣啊 但他隔壁有那個方塊我沒有吃到耶 欸 那我們再回去再吃一遍 反正這個跳泡泡超簡單的 欸 我又回來了喔 我來吃這個成就的框框了 不吃的話我渾身難受啊 好 那我們再跳一次這個粉色泡泡吧 相信黑了的跑酷技術 我是絕對不會失誤的 好 這邊給我吃一下 那這個粉色的肥皂我碰到好像會掛掉喔 那我這邊可以直接大跳躍跳過去 喔 沒事沒事沒事 哇 我突然覺得我的跑酷又開始精進了耶 技術越來越好 那這邊也不要給它漏掉喔 紅色的就趕快吃 哇 大腦先生居然就在這個地圖在那邊閒晃 還沒放屁 哇 我現在想要先吃左邊的然後再吃右邊的啊 哇 好像要衝過來了 哇 它連形狀跟頭部的樣子都好像殭屍啊 難怪它可以把游泳池的人全都變成殭屍 還偷放屁耶 好 我們要先去剪那個金黃色鑰匙才能夠解鎖這張地圖啊 來 剪起來 剪起來 它還把這個紙箱撞碎了耶 你要不要來撞這個啊 我拿走你的超大黃金的鑰匙囉 GOGO 趕快跑喔 啊 它滑倒了耶 喔 沒有 它滑倒之後又睡著了 還有這種事情 好 我現在來插進去這個鐵門啊 旋轉一下就可以進來了 他跑出一個很奇怪的玩家耶 哈囉 我來吃這個紅色框框 看這就是它的辦公室嘛 對吧 它的辦公室有非常多很像綠色物質的輻射物 就是變成殭屍的元兇齁 它上面帶一個黃冠其實蠻可愛的啦 好啦 我們看一下它辦公室裡面偷藏什麼啊 有一個廁所空間 欸 那這個可以讓我撿嗎 不行耶 我想說這邊有個成就的那個方塊可以讓我撿 就它只是一個門框而已 那這邊打開一下 這邊打開一下 中間的地道 有一個小洞 跳下去 欸 果然又來到這個地下室了 還有殭屍在這裡 討厭耶 我不曉得這個遊戲的殭屍耶 這可怕耶 然後這裡的那個噴出的污水啊 居然是嘟嘟臉喔 喔 我看起來可以一次跳過兩個喔 往前衝喔 好 這邊再停一下 被噴到之後感覺就會變成殭屍耶 我才不要碰這個綠色液體耶 嗨 我的朋友就過來了 小心 大腦先生的廚房比龍的噴火還要熱 它在這邊做菜耶 而且變成巨大的大腦先生了 我要在肉餅上面 我要被做成美味蟹飽了嗎 然後再跳過這個彩色培根 喔 法式炸薯條 否則你現在陷入棍境 哪一個是正確的法式炸薯條啊 我選中間的 啊 正中間的不對啊 我被變成法式炸薯條啦 我可以直接從旁邊過去嗎 不行 它旁邊明明有路它不然我過去耶 那黃色的咧 這黃色是正確的啊 好囉好囉 我們在它趁機做這個披薩招 趕快跑 這邊綠色是有抵住物的 所以我現在要跑綠色的法式薯條 它好大隻耶 感覺就很容易被人家發現耶 地板上咖啡色的物質是不能夠碰的喔 那我現在唯一的方式就是靠近這位大腦先生耶 它連這個感面龜都不能夠碰啊 那我要怎麼過去 離自由更進了一步 讓我們再試一次 但是你把這個東西弄簡單一點嘛 我直接掛在這上面了 繼續努力你做得很好 採沒有咧 你要給我一點遊戲提示啊 不然我會一直死在這裡耶 還有這個雞蛋應該也不能夠採喔 欸有沒有人可以救我啊 這咖啡色的物質也不能夠採啊 我也不想採這個大腦先生上面 他跟我剛剛的想法一模一樣喔 不要把我做成麵包 喔沒事沒事沒事 我們終於安全過來了 這裡的判定真的超難的耶 好的 那我要爬這個繩子上去耶 你慢慢加油吧 剛剛才有一個新人來到這一關 一定要死人多遍啊 耶 有個免費重生點耶 那這裡要幹嘛 所有出口都關閉了 讓我們通過游泳池啦 我們剛剛就是因為游泳池 所以才出事的啊 我們還要經過游泳池喔 就不怕這個游泳池 全部都是綠色之翼 把我們變成僵屍 我是室內游泳池 好的喔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小新華島的標誌 這居然踩到水會掛掉耶 雖然摔到後腦槽可能這真的會掛啦 但感覺沒什麼殺傷力 好啦 再跳過這一個看起來像田園圈的游泳圈 超大K的 完全不怕跳下去耶 但前面好像有殭屍喔 我比較怕這個東西 我超不喜歡殭屍的 什麼聲音 他們居然在丟躲避球啊 啊 這些小孩在丟這個 躲避球還要躲避水那個屋子耶 哇 快走囉 看他們的準度真的不是很強喔 我們正在死胡同 找到另一條出路 有沒有 那背後那個出路看起來超明顯的耶 啊這個水無至的一定不行啊 我就跳這個通風口上面吧 超明顯的地點耶 傳送 現在我才撿到14個成就的框框 剩下的我都沒撿到了耶 我很認真的在地圖找喔 上面沒有 左邊沒有 後邊也沒有 那麼現在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不要碰那些游泳池的福字 是福板還是福字 就是游泳圈不要碰嘛 在陸地上游泳圈反而是危險的喔 我們剛剛還在裡面閃著水字耶 現在我們跑到外面來了 左轉右轉 現在來到右邊這個游泳池上面 跳這個福板 欸咻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開始設水上健身操 來到第十九關了啦 你居然有挑到四十七關 我都不知道這個遊戲關卡居然可以分多多成耶 啊 沒事沒事 那我們就趕快加快速度吧 既然這個關卡這麼多 我就不會給我拖太久的時間 我要使用我的黑勒跑酷能力了 欸 前面好像沒有路喔 這裡應該該怎麼辦 我們這邊沒有路可以過去呢 喔 有兩個白色的甜甜籤在往上補啦 啊 我們先要趁它那個 下來的時候趕快跳上來齁 欸 我們可以一次跳兩格嗎 會不會來不及 喔 好險好險耶 我的技能超強的啦 我們現在是Speed Run喔 用最快的速度通關這個游泳圈地雷 哈哈 游泳圈地區 耶 所以我可以讓自己稍微加速一點啦 我們可以購買這個速度線 讓我們的速度更快喔 但目前還不需要 我都覺得蠻簡單的 然後再跳這個 曬太陽的 應該是遮陽椅啦 對對對 我現在才想到它正確的名字喔 來 又是一個水方形奇格 簡單 我可以看到通往另一個區域的入口了 我還要進入另外一個區域 欸也是啦 畢竟我們現在才通過第幾關 到第28關囉 我們剛剛可是有看到第47關的欸 我們以保守起見來說 這個遊戲應該有50關 所以大家自己加油吧 不要分這50關打敗了 哇 大腦先生又變大了 你要幹嘛 對我射火球嗎 我們正在體驗運動 這是唯一的通過方式就是 那個路過這個障礙賽啦 那為什麼游泳池中間有這個披薩 可以跟我解釋一下嗎 我是蠻想在一邊游泳的時候 那邊吃披薩的啦 不管任何時候吃披薩 都是蠻讚的選擇齁 來 在這邊再慢慢跳 已經看見有兩個玩家在前面了 終於要見到其他人啦 我們在這個遊戲 跳了真的很久齁 我們最後一次就超過超多人的 啊 這還有一個成就的方框欸 作者突然想到該要放一個是嗎 耶 一瞬間就超過他們喔 好啦 這些泡沫店看起來很滑 請小心 不會啊 我覺得他旁邊那些超好跳的欸 我隨便就可以直接跳過來了 哇 他們兩個都掛掉了 欸 這個防滑店應該 沒有這麼滑吧 欸 看來他們的跑酷技術還需要繼續進進啊 你們還OK嗎 需要我幫忙啊 我居然又再次停下來等他們了 我真的很希望有人跑酷技術比我強 呃 就是跑得比我快就好了啦 我就可以慢慢追他了齁 我們可以選擇在上面跑 或者是走上去 居然有三條路欸 我應該怎麼走才對 欸 我不太懂欸 這邊是沒辦法過來的 這邊有個隱形牆 那我們就只能夠直線往前走囉 哈哈 我想說有三條路結果不是 我們需要來走比較危險的地方啊 看起來有選擇其實是沒有的 好了 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看了 那邊有一個隱形牆 你是過不去的 哈哈 哇這視覺差感覺好可怕喔 誰是都會掉下去欸 哇大腦先生 直面vs 黑肋vs大腦先生 我才不會輸給你的欸 喔 我們要跳著餅乾的方塊直接 往前進嗎 變成人類肋狗 然後進入大腦先生的嘴巴 蛤 我不想被他吃掉欸 哈哈 哇 被他的門牙擋住啦 我們進來之後 原來還發現他不是只有四顆牙齒 兩顆牙齒喔 竟然有好多整排的牙齒 大腦先生的嘴巴居然還有大毛 超好笑的 欸 他的喉嚨居然還有幾根骨頭 也太奇怪了吧 嘶 沒事啦沒事啦 我們就趁著他那個方向走吧 呵呵 他連肚子裡面都有他的體液欸 欸 採上去 現在終於收集到25個 喔收集到20個方塊的成就了 哇 好啦 繼續前進去越來越近了 我剛剛經過這個這扇門是不正確的嗎 這是我們走右邊 然後這是在走左邊 右左中 欸 我隨便猜的耶 我的運氣也太省了吧 你們記得這個順序喔 右左中就可以安全的通關了 然後這咖啡色的 我不太好的感覺 通常講到咖啡色就是他的屁屁 欸 我真的逃出來了 哇 爬上梯子 然後勒 然後避免碰到浮梯 蛤 我還要玩這個溜滑梯耶 喂 好了 我現在開始游泳囉 但是我們現在不能夠碰到這個游泳拳啊 蛤 我有碰到他嗎 沒事我們再玩一次溜滑梯 其實我只是想再玩一遍啦 喂 好啦 居然還有游泳關卡 我們之前玩這次跑酷遊戲的時候都沒有遇到游泳關卡耶 好奇怪喔 好 安全上岸 上面居然還有殭屍在游泳 蛤 有兩個成就喔 22個 前面還有第一個 23個 小心小心 就算你是救生員你還是殭屍啊 我是不會接近你的喔 好啦 安全過來這個水方閣區域 再撿一個 我們還差最後一個紅色的成就方塊耶 這樣怎麼就可以全自罷了齁 他跑出一個嚇人的殭屍耶 我要把這個聲音去掉 不然的話大家會嚇一跳喔 這也太惡氣味了吧 你們經過這的時候要小心不要被他嚇到喔 哇 又是剛那一開始了 兩隻殭屍耶 你怎麼在鐵紙往後面你也吃不到我的啦 好了 最後一個方塊終於找到了 全自罷 Yeah Well done 我找到了所有的東西 再喝一下這個能量飲料吧 咕咚咕咚 咻 變成閃電速度的黑熱小子 左閃右閃 跳過這些可怕的障礙物 喔唷唷唷 好 別擔心每個人都會發生 我還以為他會往前衝刺耶 結果不會 Yeah 我們終於通關囉 剛剛那隻巨大的大腦先生你被逮捕了 你的職業生涯剛剛下降了 人家都把這些遊客變殭屍啦 當然要把他抓進監獄囉 甚至還要被人家研究之類的 好啦 我們這邊實況就先操作者囉 總共花了16分鐘通關這個遊戲 如果想玩的話可以在說明欄下方找這個 那個遊戲連結啊 那我們就下一次的ROBLOX遊戲再見啦 掰哺